在高雄市桥头区有个中企有机农业专区 这是全台第一座有机农业专区 是在2010年由改制之前的高雄县府 邀请了30多位通过有机认证的农民来进驻设立的 但是这个专区却将在两年之后被产平 变成桥头科学园区 这让在这里辛苦经营了10年的农民们非常的心痛 虽然农委会已经寻觅了新的地点 请农民配合签纸 但是农民们认为有机耕作经营非常不容易 他们当初也是种了7年才逐渐的有收成 换到了新地点不只是要从头来过 农民们更担心的是 会不会种个几年政府又要把他们赶走呢 两年后这边都要收起来 一定会心痛的嘛 要重新来嘛 我这边花了一千五百多万呢 盖这边呢 政府叫我们进驻 然后我们又投入了那么多资金 然后一下又要我们搬 把我们当作傻瓜这样耍 夏末初秋的午后 高雄的气候依旧闷热 本该是吃中饭的时间了 但66岁的吴月明还没忙完 才在这果园内 他一颗颗的心血 这边你看的这个柠檬 芭蜡 香蕉 枣汁 这是柠檬 仔细看吴月明的双手手指 呈现不正常的弯曲 因为原本担任职业军人的他 30多年前生了一场怪病后手脚萎缩 在一身建议下改变饮食 于是他开始接触有机食物 接着干脆自己当其农夫 种植有机作物 2010年 他来到当时县政府规划的 全台第一座有机农业专区租地 在这两公顷的土地 种下自己的结晶 一刚才投资到来这边整地 等到整地推土机要怎么整地 就花了将近20万 进驻初期就投入如此高的成本 主要是因为中期属于泥火山地形 这里的土质较细较年不好耕作 农民得先花好几年的光阴 好几万的成本改变土质 再取得有机认证 有机土壤我们比较松 我们的氧比较多 化回农药都不行适用 但就是无法使用化学肥料 也没有农药 因此收成也比一般 撒农药的盥形农法来得慢 起初吴月明能拿到市集上去卖的 相当有限 这个已经种了第八年才这样子 现在才准备要有收成了 如今产量渐渐稳定 对他而言 现在正是倒吃甘蔗的时候 在中期有机专区内 跟吴月明一样苦尽甘来的 还有他 赤脚踩着土壤感受着土地孕育作物的美好 四十二岁的杨明画 同样在十年前进驻中期 跟着年迈的老父亲 一起经营这片有机蔬菜园 这片土地我们改了蛮久的 对 如果你外面比较好的那种地的话 其实不用那么久 我们是这两年收成的状况比较好 既然来了几年之后发现 中期的地质不好 难道没有想过不再继续乘租吗 杨明画叹着气说 经营有机不易 在转型期间 已经花了大把资金 盖九座温室来稳定收成 头都洗一半了 当然要坚持下去 我这边花了一千五百多万呢 盖这边呢 对不对 那个添土的都不算喔 说真的快两千吧 我们都不敢仔细地去算 到底花多少 只是要花很多 现在还负债一千多万呢 我们现在要负债 对啊 就算负债 也硬着头皮继续做 奋斗了那么多年 总算在今年接到 大量的契作顶单 我们这边是种山坡菜 这菜都是提供给什么 都有礼人 有礼人的店面 还有学校的营养午餐 菜园内的有机蔬菜 主要提供给台北 新北中小学的营养午餐 因此每周的收成量相当大 我现在每个礼拜 差不多产出到 一个礼拜都差不多一千公斤 就算辛苦 但总算迎来甜美的果实 原本预计几年后 就能还清负债 没想到十年的经营 十年的累积 竟要在两年半后 通通已为平地 一栋栋AI大楼和科技厂房 将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原来这座地方政府 一手规划的中期有机园区 即将被化设成桥头科学园区的一部分 这个专区是佛下一个世代智慧科技 裁业园区的 这个也是因应它 2030加速投资 台湾这个计划 必须要有的 比如说智慧车辆 智慧车辆里头需要的智慧感测器 在行政院的指示下 内政部在2018年 宣定桥头新市政的第二期未开发土地 一共262公顷的面积 要打造下个世代的智慧园区 科技部的这个资料显示 未来这一年的产值 这个园区大概是1000到1800亿元 那就业机会大概7500到1万1个就业机会 不只这样 它周边的整个相关联的产业效益 预估科技部的预估是2500亿元 但中期这块不是农地吗 怎么会变成科学园区呢 难道是政府种科技 其农业改变土地使用的政策 事实上 中期跟全台各地许多农地被征收 开发成为工业区的案例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中期园区早在1994年 就被划设成为高雄新市镇的开发用地 那块地就变成是早就做完都市计划 早就化为商业区跟住宅区 第一批进驻的农民们解释 他们其实也是苦主 因为当初他们全是被政府找来的 那时候高雄新市政府 他跟我爸爸联络说 这边要开一个新的有机专区 叫我爸爸来看看 他们就邀请我们来 说你在别的地方有认证嘛 就来 那时候很简单 说有机专区耶 那时候也不会想到说 有机专区这个是什么地 什么都不会想到 只想到说 建户的有机专区耶 时间拉回到2009年 时任的高雄县长杨秋新 为了配合农委会的政策 成立全台第一个有机专区 当时县府出面向台塘 租用这个面积达31公顷的农场 2010年8月 交由农友组织的合作社自主营运 陆续约有30多户农友进驻 这个是跟他签约的 吴月明拿出他跟合作社签的租约 上面写明是农业用地租人契约书 再比对台塘与县政府签的合约 上面同样载明 这里原本属于凤南农场 也是农业用地 也就是说不管是政府 台塘还是合作社 都值子未提 这里已经变更成为新市政开发区 真的感觉被刷了 我想说有机专区政府设立的应该不会 像我外面跟人家租私人的 可能他几年之后就会要了 心里是不舒服是一定有的 可是你要跟他闹 你根本站不住脚嘛 因为无论是农业用地 还是新市政保留地 依照合约来看 族约到齐后 地主都有收回的权利 农民自知政策无法翻盘 从此每天耕耘的日子 变得郁郁广欢 两年后这边都要收起来 一定会心痛的嘛 要重新来嘛 除了心痛耕耘十年的果园 复制一句外 也有农民指指 好不容易重建的当地生态 也将化为乌有 我们只是做有机啊 那你很多虫也会来啊 只要虫一回来 水一来 虫一来 生态一回来 很多东西就都来了 还有很多还有绞校啊 就是躲在那种草的那里面 即将被牺牲掉的这一切 身为中期合作社主席的杨登旭 都看在眼里 政府人物的情谋 那是不要当真 你只有修法 深知农民辛苦的他 五月份也曾带领农游北上抗议 希望能保留有机园区 与乔科共荣共存 保护有机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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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争取保留 但中央各部会却不买单 还颁出新市政开发条例第21条 直指他们要求农民搬离 是与法有据 但农民也引用有机农业促进法辩驳 却踢到铁板 可是因为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农业用地 所以他就变成说在法律上很难去优先适用 也就是说临时性的农业用地 无法受到有机农业促进法保障 农民想留在中期 难上加难 内政部认为有机农业促进法 跟新市政开发条例在免开发案 并无进何的问题 8月底 由环保署召集内政部、科技部、农委会 召开的侨科开发案二阶环评会议上 确定中期将任位给科学园区 但政府部门承诺会等到农民2023年的族约到期 才要他们撤离 梅辉协商的背后想探究的是 到底是谁造成科技与有机农区的两难 会议上在地里长点出了这项关键 当时你台糖应该知道 这边已经是那个住台区了 为什么你还要用这块地租给农民 因为现在没有租我们就配合而已 我也没有主导群 农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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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由台糖出地县政府选址 那负责辅导县政府成立专区的农委会呢 难道完全置身事外 做实话地方政府他们的那些细节也不需要报给中央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那这个中企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的 站在农委立场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找出一个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后来农委会跳出来解决前朝衍生出的问题 经过与台糖协调后 找了另一块地希望农民们另起炉灶 就是现在中企的地方的大概三公里左右的地方 那找到一块是纯正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用地 它的面积呢比现在三十二公顷还大 就是从三十二公顷那边是五十三公顷 有了新的一块地 农民也只能接受 但也担心这会不会又是张空头支票 我花了那么多钱 然后叫我搬就搬 如果他换到一个新的地方 又过了几年又叫我搬怎么办 再骗一次就算了 骗第二次就算蠢了 现在你说他以地换地 我们都快七十了 还玩得动吗 发展科技园区和有机农业专区 都是政府的政策 但如今却因为前朝的选址不当 得花更多的成本去搬迁去迷糊 这些不只要纳税人买单 更让农民对政府失去信心 下回官员们想再建设有机专区 应该要再审慎评估 才不会又出现下一个中期 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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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